是在這個內碼表裡面的47以下到58以上 也就是這個區隔 當然接下來我們已經把第一個字切出來 然後判斷 但是第二個我需要知道什麼 它是不是在這個區隔底下 這個以下 那這個以上 OK 那這個是一個邏輯問題 因為我要判斷兩次 一個是它小於47 是不是在47以下 第二個它必須是在58以上 那如果4的話 基本上在eSale裡面會返還給你是個True 就是4 那True的話在eSale裡面 它實際上也會把它當成就是1 1234的1 數字的1 那如果說你這個也是1的話 那1乘以1 它得到會是1 表示說它是在這個區間裡面 可是如果它是什麼 大於47 但是不是小於58 比如說它是英文的話 那它是應該是大於 可是呢 它不會是小於 所以它等於是另外一個 它前面這個是1 另外一個呢 它可能是0 那1乘以0的話 答案是0 也就是沒有啦 那這樣講起來是 如果在這個區間裡面1的話 那表示有一個數字囉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表示0 那就是沒有數字 OK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讓它一直往下方 我們把其他的字都抓出來判斷一下 如果是那就是1 全部加總 所以外面再包一個上 再利用一個陣列 其實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OK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發想的方向 實際上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邏輯應該可以理解 反正要大於47 小於58 OK 那我們的那個邏輯 基本上也是把它放在這裡 也許把它放在後面這邊 就是判斷 再來你可以在C欄裡面增加一個 判斷是不是在48到57之間 那我可以怎麼樣先利用那個 扣就是把剛剛這個地方先判斷 相乘 判斷一下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這樣做 可以先把那個公式借用一下 這個 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的這個判斷的部分 跟剛剛的公式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是怎麼樣 這個最後的結果 是不是大於 因為48嘛 所以我們用47來做這個比較 記得喔 最後請你外面再刮斧一下 因為它要比較之後 反環之後 如果是47以上 那就是1 不是的話就0 OK 那像相乘 乘以什麼呢 另外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 就是把它這樣 刮斧起來 貼到後面去 換個方向 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 這個是小於58 OK 把這個後面清掉 OK 兩個相乘 這個時候其實是比對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是不是 在那個47到58 是不是數字的意思 所以這個邏輯是 如果是喔 記得喔 這個也要觸 這個也要觸 兩個相乘才會是 才會是觸 才會是在數字裡面 回來就是1 反字就0 1是數字 0不是數字 所以把它打勾 OK 打勾之後的話 0 因為第一個字不是嘛 那往下填滿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放開 有沒有 它第一個字是數字的話 那就有1 有沒有 這個是數字 好 第一階段完成了 第二階段的話 那因為特別注意喔 它如果是1的話 它return回來是1啦 可是 基本上這邊 雖然是看到是0 可是喔 如果你將來用加總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用那個ifl 過濾掉的話 它相加會產生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要第二個 在外面請你把什麼 這個公式喔 剪下來 外面請你包一個 過濾掉 如果產生錯誤的這個 這個狀況 因為如果 它是0的話 你到時候沒有ifl 過濾之後 讓它加總 它會產生錯誤 所以我們再來的話 請你把公式剪下來 用那個ifl 邏輯裡面特別是喔 這個邏輯裡面有個ifl 就是發生錯誤的這個 這個過濾 幫我們過濾掉 按確定 把剛剛的直貼上 如果是0的話 如果是發生錯誤啦 無論如何 就補個0就可以了 先讓它過濾一下 因為你不做這個動作的話 將來再加總 會產生問題 所以按確定 基本上喔 你做完之後呢 應該結果會是一樣的 差別之後已經過濾掉了 不過這個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再來的話呢 算什麼 去做那個 我們總共 總共有幾個數字 所以基本上呢 我只要下一個階段 只要做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1 裡面的1有沒有 改成更多數字 因為1第一個字嘛 如果我其他的數字怎麼辦 好 不過其實有個麻煩的點 就是說在Excel裡面 你到底要有幾個字 你可能要用那個LEN判斷 不過他不像說 在VBA裡面彈性這麼大 可以用 跑個回圈 所以怎麼辦 通常我這邊會給他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他 這裡面有個陣列喔 那裡面如果有陣列 假設說你配合Ctrl Shift加Enter 他會幫你把裡面這個陣列全會完成 那你要給他幾個數字 他就跑幾次 可是我不知道的話 可以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 只要是超過什麼 超過那個字串的長度就可以 比如說這邊五個字啦 那我就跑個9好了 跑個9 跑個9次 反正後面他基本上跑完 他也不會影響 所以呢 如果我說我要跑個陣列 特別需要 我可以在這邊齊一個 這個1有沒有 可以這樣做 不過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1齊 請你改成大瓜糊 表示說呢 我要的不是只有跑第一個字 我要的是跑很多個字 那你就1 豆點2 這邊豆點2 豆點3 那到多少 反正你就抓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因為這個 在VipSale裡面 他沒有辦法說去抓到一個像那個VPA 這樣的彈性 所以我們就先用一個比較大的 然後把這個Ctrl C 到這個後面一樣 把它Ctrl V OK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跑9次 那最後如果要執行 還要配合Ctrl Shift加Enter 他才可以跑 可是跑完之後 他會Return 所以他每個都 有返環如果是數字是1 不是數字是0 那這個時候還要再把它全部加總 所以全部加總 那怎麼辦呢 你變成你要把外面再包一個加總的函數 OK 那這個我想你們先把這個剛剛講的先完成好了 不然的話越後面越複雜 我剛剛做的第一個 然後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第一個 我是用那個 這個把它貼到這邊來 判斷它是不是大於47 特別關鍵點 記得 外面請你再包一個前刮弧 後刮弧 因為等一下要乘 因為如果沒有加這個刮弧 乘出來結果會發生錯誤 那乘上什麼 這個結果 結果 假如說是大於47 它會是1 true的話是1 乘上如果是小於58 它也是1 那表示它是一個數字 那外面再用一個ifl去做過濾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對一下